娱乐圈究竟有多黑暗,就连成龙都不敢明说,娱乐圈的水有多深,这没有人知道,但娱乐圈的钱有多好赚,相信都是有目共睹的,有些流量明星随便拍一部戏,就够普通人吃一辈子,因此很多人就算挤破头也要挤进娱乐圈,如今娱乐圈的新人如雨后春笋一般,一茶接一茶,在给娱乐圈注入新资源的同时,也产生很多问题,对此成龙大哥曾在采访中指出,有部分新生代青年演员来得最晚走得最早, 感觉在片场打个照面就这态度比较敷衍,成龙还直言娱乐圈很黑,黑的可怕,现在不敢说出谁的名字,但他会写成书,等一百年会一百五十年后会让律师行把这些名字和事情公布出来 在一次采访中成龙就说起了自己的演戏经历,表示有些女演员十分大牌,来到现场就拍几个小镜头 身边的人就过去恭维的说辛苦了,更是感慨现在影视圈歪风邪气让人气愤,对于成龙而言习大于天,这怎么就辛苦了 明明只是眨眼间就能够完成的事,怎么到了一些演员身上就成功劳了 作为演员本身竟不觉得受之有愧,反而是恃宠而骄,刚做两个动作就做出气喘吁吁的姿态 成龙还表示,现场整整八千个人在前呼后拥的等着,女演员就化了妆来到现场,也没几个动作,几下之后就累得不行 这样的态度让成龙十分生气 不能做危险的东西 要有动作,要漂亮,但不能辛苦,我天天的生气 对于拍戏,无论这些年成龙的口碑如何下降,但关于今夜这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即使一年过六十,即使受了无数次伤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很多动作成龙依旧坚持自己上 有看过成龙电影都知道,电影中有着许多惊险无比的镜头,每一个惊险的瞬间都是经典 让观众看得既过影又心惊肉跳,成龙在电影中都是真刀真枪,几乎没有什么特效 正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确实开启了一个新动作片的时代 但可能对于有些演员来说,在拍戏中受伤,生怕断胳不断腿怕的要命 可对成龙来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俗见他拍戏有多么的拼命 之前在一档节目上,有位参赛选手在舞台上,很真实地演出了娱乐圈年轻艺人使用替身的场景 作为评委的成龙看后忍不住自爆,选手扮演的女演员我跟他合作过 他也是我见过最让人恶心的女演员,但我惹不起 成龙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旁的冯小刚和张国立马上制止了他 之后成龙又说,我不敢说这位女演员什么,甚至还得奉承他 由此看来这位女演员的背景不是一般的大,就连成龙大哥都惹不起 而成龙这一番话说出来后引得网友一阵阵好奇 纷纷猜测成龙说的到底是谁 从成龙和冯小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个女演员他们之间是认识的 而且还很熟,但就是不能明说 而尽管成龙没有公布女演员的名字 但网友却根据线索推敲出可能的人选 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只以来演技被诟病的杨颖 甚至有网友表示除了杨颖还会是谁 不过这也只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相比于那些演就被相中 并且在演艺发展过程中一露绿灯的人而言 成龙的成功之路其实是比较坎坷的 人生的两大转折都对成龙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家庭对他而言也是努力的动力之一 而小时候遭遇的种种 同样是他后来确定目标并为之奋斗的原因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成龙就是不断的在逼着自己 不断努力不断更新自己 在成龙的荣誉墙上满满都是辉煌的影子 而这些光荣的背后是多少个昼夜的煎熬 是多少个命运路口的选择 一生的摸爬滚打 在人生和事业快到走到尽头的时候 成龙拿到了华人第一座奥斯卡 这对他来说即使肯定赞扬 也是原了一场梦 他用生命研绎的这一场电影梦 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更让这场电影梦影响了千千万万 同样生与苦难又不甘平凡的人